佛把无量无边的烦恼归纳为十大类 五个是见烦恼 五个是思烦恼 见是看错了 思是想错了 五个想错的归纳起来这五个字 贪嗔痴慢疑 这五个想错了 看错了 神都把神看作是自己 佛告诉我们 神不是自己 这是第一个错误 这个错误带来的伤害太大太大了 神是什么 神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这个看 终于一个一桩事情就明了 我不生不灭 神有神有灭 我是谁生活 灵心生活 心就是本性 本性非常灵敏 那生活 神不生活 神我们在这个六道里头 有生死 生死不知道多少次了 那哪一次生活的 哪个神生活的 真的不是我 我只有一个 可是神无量无边 所以神就像衣服 所以神就像衣服不是我 是我的衣服 脏了 不干净了 脱下来 换一切 身体如此 身体用了 用了几十年不好用了 换个身体 我们又换了 身换了 所以身不是我 这个概念一定要搞清楚 千万不要为神 造业 那就太可惜了 如果你把这个烦恼 习气统统丢掉了 你的身体健康啊 长生活 住世可以自在 想住多少年 就住多少年了 想什么时候走 什么时候可以走啊 生死自在 把真无照出来 不要留念江湖 江湖越方向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